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为送礼高手 从远古起呢 送礼就在人类生活当中 站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我们看到创世纪 24章13到22节 亚伯拉罕的仆人呢 要为以撒去选妻子的时候呢 他选定了利百家 成为以撒的妻子 就把贵重的珠宝 送给他做礼物 那同时婚事确定了以后呢 亚伯拉罕的仆人 也就送利百家更多的礼物 又把上好的礼物 送给他的哥哥及母亲 这是在创世纪24章50到53节 那在创世纪的主长时代呢 也有一个习俗 就是送礼给曾经陷入困境的人 约伯从困境转回以后呢 他的兄弟姐妹和认识他的人呢 每个人就送给他一个钱币和一个金环 这在约伯纪42章10节11节 箴言18章16节有讲 人的礼物为他大开门户 能把他带到大人物面前 我不知道你喜欢收到礼物吗 好那我这边呢 有一个是别人送给我的礼物 那我想礼物是一个视觉的象征 而且是可以拿在手里的 你看当我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我就说他想到了我 或者他仍然记得我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必然是想到了什么人 我们才会送给他礼物 那礼物的本身呢 是一个思想的一个象征 他是否值钱其实无关紧要 最重要的是你想到了这个人 而且呢只有在你心里的想法并不算数 要透过刚才我讲到实际的 透过礼物来表达出来 然后做爱的表示 送出去才算数 所以你的思想要经由礼物实际的表达出来 把它当作爱的表示 就是表示 然后送出去才算数 我不知道我们父母亲记不记得 当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呢 我们都想要就是布置得最好 买很多的礼物送给我们的孩子 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孩子小时候呢 他们也会透过他们手中的小花小草 或者是他们所画的画画来送给我们 来表达他们对我们的爱 那我不知道你主要的爱的语言是送礼物吗 那我跟我先生在交往的时候 我先生呢就来看我 那就送了一束花 那还顺便带了一个花瓶来 结果呢我就跟他讲说 以后不要浪费钱了 所以呢 我的主要爱的语言就不是送礼物 所以呢 以后呢 他也就没有再买花送给我了 其实还是有点遗憾啦 但是呢 因为我主要爱的语言就不是送礼物 所以呢 如果你的爱的语言是送礼物的话 那我想你的配偶就可以成为一个送礼物高手 那事实上呢 这也是最容易学的爱的语言之一 礼物是爱的识觉象征 我们刚才讲就像是婚礼 婚礼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婚礼当中呢 我们的戒指 是外在识觉的一个记号 代表了内在属灵的结合 在这个永不止息的爱里面 来联合了我们两人的心 所以呢 这一个戒指呢 代表了一个什么 意义 什么意义呢 就是确实它是代表了我们两者情感的价值 所以当婚姻平临破灭的时候呢 丈夫或妻子停止戴这个婚戒的时候呢 就更生动的呈现了这个真理 就是代表什么 这一个婚姻有了严重的麻烦 好 他们在视觉上提醒了 当双方已经把这个结婚戒指摘下来的时候呢 就代表这个婚姻破碎了 好 那也表达了这个一个属灵的含义 就他们两个之间的连结 有了这个裂痕 好 爱的视觉象征呢 对某些人来讲比对其他人更重要 那对我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的爱的语言不是这个接收礼物 所以我跟我先生结婚之后呢 我们两个人都是从来不戴戒指的 那没有戴戒指我们也不觉得对方就不爱我了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 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认识的这个朋友或者是配偶呢 他的爱之语呢 是接收礼物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礼物的价钱到底重不重要 其实礼物的价钱并不是太重要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所送的礼物呢 的成本跟我们的预算不太相符 那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家庭呢 他的家产是百万的富翁 可是经常送一块钱的礼物给另外一半啊 那他的配偶可能就会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爱的表示 可是如果当我们家庭经费有限的时候 一块钱的礼物也可以表达值一百万的爱 曾经我帮助过一位姐妹 她在工作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那所以当她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 她就一直跟我说 牧师我一定要请你吃饭 其实我就跟她讲说 没有关系 我说你刚刚才稳定 你不需要请我吃饭 我都已经感受到你对我的爱了 那因为我想这也是你的 努力得到的 所以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重要 所以我就从这里 我就看到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这位姐妹想要透过送礼物 来表达她对我的感激 那刚好我爱之与不是啊 所以后来呢 她在她的工作更稳定的时候呢 她有一次出国的时候 她就买了一些东西送给我 来表达她对我的感谢 那当然我也非常感谢她 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学习表达感恩之意的人 所以当我们家庭经费有限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是不是说我们的礼物 也许可以自己制作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表达我们里面的心意 好我要讲一对夫妻的故事 有一对夫妻呢 他们在结婚之前 这位丈夫呢 知道她的太太呢 她三不五十会送一些小东西 就像我们刚才讲 她也许价值不是很高 但是呢 她就会用这个小东西来表达 对她太太的爱意 但结婚之后呢 因为孩子一个两个出生了 开始呢 这个太太也非常尽心尽力地 扮演好家庭主妇的角色 可是呢 她先生因为在经费上 在预算上 是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慷慨的人 她就觉得所有的事情呢 比如说吃饭一定要在家里吃 零食也很少买 连花也都省下来了 婚前的时候所表达的那份爱意 渐渐地失去了 所以她的太太开始觉得 好像她这么的尽心尽力 怎么她的先生好像没有 像以前那么的爱她了 她的心就渐渐枯萎了 一直到这个丈夫去参加了 爱之语的研习会之后呢 突然有一天 她的太太就发现 她的先生回家的时候呢 买了一朵玫瑰花送给她 她拿到这朵玫瑰花 她就哭了 因为这个哭干已久的心灵 好像得到滋润 原来啊 她主要爱的语言就是要接收礼物 所以呢 她先生 除了送她一朵玫瑰花 隔天 她打电话回家 跟她太太说 今天晚餐不用做了 我会带披萨回家 她就更惊讶了 哇 昨天一朵玫瑰花 今天有披萨 第三天 她还买了一些点心来给她的孩子吃 那你也可想而知啦 她的这个孩子也是 哇 非常的雀跃啊 说 爸爸好像改变了 然后到了第四天的时候 她先生可能觉得 这样子一点点小小的心意 就看到了她太太感动的眼泪 她说 那这样好吗 那我们就找一个保姆 来帮我们看小孩 好 我们就出去约会吧 她先 她的太太呢 这个时候 对她的先生 真是又感激 又抱 拥抱着她的先生 又亲又抱的 哇 她们这个 原本已经快要 我想应该是平临这个 好像这个太太已经快要 跟她摊牌的时刻了 她们就再一次的 使她们的婚姻重新得到滋润 所以你知道 我们就讲到爱之语 为什么那么重要 原来一个人里头 就好像汽车需要加油一样 一个人里头呢 如果她的爱箱 开始没有油了 爱的这个箱子里面 她里头的心里面 已经开始有一个 好像一个 一个已经没有动力的情况之下 已经爱不下去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你知道她主要的爱之语 你就可以把她加油打气 所以这位先生在四十 她知道她的太太 主要爱的语言是送礼物 所以呢 她替她加油打气 挽回了她们之间婚姻的 这样子一个严重的破裂 几乎要平临摊牌的时刻 又再一次重新复原了 所以呢 那我们要 今天因为我们要讲的是 你要如何成为一个送礼高手呢 也许你说我不是一个会送礼物的人 因为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没有收到很多的礼物 我也不太会选礼物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苦差事 那我想你更是能够成为一个送礼的高手 因为就是因为你从你不是 你不擅长 但是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我想我们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像我们最近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小组当中呢 我们的幸福小组里面呢 我们会送礼物 那所以呢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会送礼物的人 可是呢 我们第一次的幸福小组的时候 我当时我们买了一个十字架 那我自己送出去之后 我再看这个十字架 我就说 好像不够令人感动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怎样 叫做送礼物高手呢 就是要送到令人感动 而且送到过头 让他觉得你真是送到他的心坎里啊 所以呢我们第二次的幸福小组的时候 我们在送礼物的时候呢 我感谢神 我们就挑了一个不一样的十字架礼物 结果啊收到礼物的人啊 每一个拿到手里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朋友呢 还有弟兄姐妹都说 哇 这十字架就是我要的 连上面的经文都是针对我说的 所以感谢上帝 让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有时候啊 礼物跟金钱也是有关联的 我们如果送的礼物不是 就是如果我们送的礼物是很 就是他在金钱上的价值不是很高的时候 那你真的就是要精心来制作这个礼物 如果他是有一点价值的时候呢 有时候真的还是蛮能够凸显 这个礼物他的心意 所以我要鼓励 就是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 你有想过吗 当你送礼物的时候 可以代表你对他的爱 所以你要不要试试看 好就像刚才我手上拿的这个礼物一样 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带子 其实他不是很贵的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用心 好是一个非常非常 让人开心愉悦的感觉 所以我要为大家来祷告 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在 当你知道对方是接收礼物的 是他主要爱的语言的时候 那我求上帝给你智慧 同时你用心去寻找他喜欢的礼物 我相信如果是夫妻的话 一定可以改善你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朋友的话 他也能够感受到你送过头的那份爱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耶稣让我们都能够愿意分享 因为当我们愿意 将我们自己那个分享的爱 透过礼物来表达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对夫妻一样 好像一个酒汉甘霖的那个心灵 会得到解脱 而且能够得到滋润 可以得到抚慰 就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愿意能够播出自己的预算 让我们在与人做朋友的时候 还有甚至在夫妻关系上 能够看到礼物 能够帮助我们打开大门 甚至能够带领我们到一些重要的人物面前 甚至能够让我们成为疏通彼此之间关系的管道 谢谢耶稣这样子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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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